如何看待一人的患难 并在其中心存盼望呢 一人一定会有患难 我刚才也讲了 我就不赘述了 第二 为什么有盼望 因为有信心的缘故 为什么有信心 因为神有应许的缘故 上帝应许了 他在患难当中的保守 应许了经过患难之后 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 你说在哪里应许了 比如说保罗说的 这至散至轻的苦楚 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 永远的荣耀 至载至轻的苦楚 极重无比的荣耀 那一比起来 罗马书也好 格林多书里面 一比起来的话 你就发现这个没有可比性 我们现在受的苦 就算不得了什么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着信神的话 因着信就盼望 那个将来的荣耀 你看到你自己被试炼 被锤打 被锤炼 被叼销 虽然痛苦 但是因为你盼望 一个将来恢复的 那个举进完美的 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 那这种必然的过程 你还会逃避吗 除非你恨自己 只是一个自私 喜欢清静的人 真正认识神 明白神 恩惠的福音和计划的人 看见自己的败坏的人 恨恶自己的人 都是愿意 即便是痛 也愿意将自己 扶在神的手中 让神来雕销塑造我们 人若不卑 实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舍己 就不能做主的门徒 人若不恨恶自己 就不能做主的门徒 为什么 这是有一个逻辑的关系的 人认识自己 才能恨恶自己 恨恶自己 才肯舍己 肯舍己的人 才肯让主的十字架 在自己身上去雕销塑造 一个人自爱的人 都是保护 是吧 怕自己吃苦 哎呀 这个奉献钱了 这个那些钱 可以买好衣服 这个买点营业品 去捋个油肉什么的 干为自己干什么 可以挥金如土 奉献教会的钱呢 就扣得不得了 这都是典型的自爱 钱是最能体现自爱的 那个地方 然后再就是很多 就保护自己 怕自己吃苦 保护自己正常的 灵性的 和身体健康到好 一些常理上的护理 保护到好 但是保护自己 不让上帝碰 不让上帝的这个站子 不让上帝的这个 雕销的这个击打我们 这个就是最愚蠢的 救了自己的生命 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为主的缘故 丧失生命 反而救了生命 你真正成就了你自己 反而丧失了你自己 健健康康 两只健全的下地狱 整个人下地狱 但是你为了福音的员工 舍了自己 你反而救了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 我们看到 一人的患难里面 有丰富的神的恩典 因着信 我们知道神在患难当中的 这个旨意 当然我们括号 剖除 这个 因着罪 自己带来的苦难 因着罪 带来的苦难 应该反省 我们要反省 哪个方面 是我自己犯罪 带来的 哪些方面是 无缘无故 因着信仰带来的 这个要区分 在受逼迫 上帝所喜悦的患难里面 忍耐 存着信心去盼望 这是成全我们 让上帝更深化在我们里面 恢复他形象的一个 救恩论的 一个恩惠的手段 从某种程度来说 患难是上帝爱的一种表现 凡爱的 他必管教 这个管教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 孩子不听话了 孩子犯罪了 犯错了 拿那个鸡毛挡子就揍他 不是那个管教 管教是教导 纠正训练 上帝用患难去修 纠正 去教导神的百姓 产生那种忍耐的美德 产生那种盼望的美德 天天沉迷在世俗的艳乐里面 还盼望天国 你巴不得在地上 这个不用说支搭三个帐篷 至少给你一个帐篷 给你媳妇一个帐篷 给你老爸一个帐篷 给你孩子一个帐篷 大家就别什么盼望天国 这个地上就是天国 永远在这个地上 真好啊 主啊 我们在这里住真好 这不是所有很多基督徒的 内心的真正内心的呼声吗 有几个真正盼望将来的 我自己做传道人 从我刚信主到现在 我发现现在教会越来越 没有盼望 所有的目光都是围绕地球 你听听他们祷告的内容 都是地上的事情 他们根本没有盼望 为什么 现在生活富裕了 感谢上帝 中国现在经济也难 让这些沉睡的基督徒 沉迷肉体 今时快乐的基督徒 稍微能够醒来 人痛苦的时候 才开始祷告 人痛苦的时候 才开始举目望天 这是神的恩典 保守我们的恩典 因着患难生试炼 试炼生忍耐 忍耐成盼望 这种盼望是基于信 然后又对某些事情绝望 开始对去那种虚伏的东西 开始盼望那个真实的 没有患难的话 盼望很难维持 这是我们的腐败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